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上一次應該是兩年前左右 我就是測試GFX-100S 這兩年都比較靜一點 來到今年 2022 年 富士又有新搞作 今次會是一部新相機 這部是甚麼相機呢? 稍後告訴大家 今次我要介紹這部 富士剛剛發佈的新相機 它的模特兒是XH2S 沒錯 它是H1的第二代 今次這部機的主要賣點是S位 S的意思代表速度 這部機的新設計 跟著還有它裏面的硬件 亦有不同的設計 先說說它的感應器 它依然使用2600萬像素的感應器 沿用上一代XT4的像素 但是它換了一個新的操作 而且它的感應器 亦有改善了由XT4的X-Tran 第四代升到現在是H2S的第五代 第五代的對焦系統 它是用了STEP FOCUS 再加BSI 所以它的對焦速度和精準度 是向XT4之上的 今次它這部新機 亦用了一個新的機身設計 跟大家細心去看看 它有甚麼地方不同了 首先它這部機 以前第一代有兩個轉盤 左手邊舊底的轉盤是ISO 右手邊的轉盤是Shorter Speed 今次它用了一個類似GFX-18S的機身設計 右邊的Shorter Speed轉盤亦沒有了 隨而代之 而是你現在看到的有一排的控制鍵 Shorter 旁邊也做了一個 叫做Recording 鍵 方便你拍片時按鍵就立即錄 它亦有一個ISO 鍵 以及White Balance 另外還有一個是Custom Fn 鍵 來到左手邊 它取而代之的是一個PSAM的轉盤 另外它還有一個C1到C7的Custom Menu 可以讓大家選擇 而且它亦是獨立做了一個Video的setting mode的快設鍵 所以你拍照時 如果你突然想拍片的話 你可以很快速地拍片就可以了 來到後面 它的機身後面 亦是用了一個 像XT4一樣的反平 反平的話 對於拍攝視頻來說 亦是非常方便的 它不再像H1 或者XT3一樣 用三樣式反平 除了反螢幕之外 它亦是保留了D-Pad 操作上會方便 而它的Joystick 由以前的Q-Menu這個位置 移到最頂端的位置 來到機身旁 這是大部份的Connection Port位置 今次它這部新機 亦是轉換了HDMI Port 因為在以前複視的相機 它一直沿用了Micro HDMI 而來到今次的H2S 它亦是改善了標準的HDMI Port 亦是戴頭 因為以前用舊機的年代 很多用家都有一個煩惱 就是如果你剛好出去工作 而你又需要將HDMI 訊號 出現出 你如果手上沒有戴那條線 要周邊買到的 其實也是一個困難的 現在HDMI 標配 其實你可以很容易去周邊的家品店 亦是很容易買到的 除此之外 它這部機身亦是製造3.5的咪頭 以及Earphone 因為在XT4拍片來說 它是有一個3.5的咪頭 但如果你想聽當時拍攝情況的收音的話 你需要用Type C Port 轉換到3.5的鍵盤 變成Type C Port 就會被它使用了 接著如果你要是拍片的話 你就少了USB Port 去駁外設的Powerband供電 H2S 製造3.5後 變成Type C Port 就可以被你沿用 拍片時可以插回Type C 駁外設的Powerband 繼續保持供電 H2S 屬於一部旗艦機 所以它的規格亦是旗艦機相約 首先它這部機是一個不軸 但這次的機是最高達到7級的機身防震 而它這次亦是採用雙卡槽 但這次雙卡槽就有點不同了 因為富士過往的相機雙卡槽 就算你是旗艦機 或者是GFX系列 它都是雙SD的 而這部機 它因應拍片機能 它是升級了雙卡 一張是SD卡 另一張是高速的CF Express TB格式 而這部相機 它最高的拍片規格 是去到6K 30格 剛才也說過 這部S相機 意味著它是高速的相機 相機拍照方面的連拍 速度是高達機械快門 1秒15張 如果你是用電子快門的話 它是高達1秒40張 而且中間連拍的時候 它亦是沒有黑屏的情況出現 感覺上你連拍就像你拍攝影片一樣 整件事很Smooth 不會中間見到 有些黑色的Backblock Screen 拍片規格方面 我剛才也說過 H2S這部機 暫時附視這麼多相機 拍片規格是最高的一部 因為它是達到6K 30格 而它4K 如果是外接HDMI外錄螢幕的話 它的Signal可以出現4K 120格 如果是高速拍攝的話 1080 Full HD 是達到240格 除了這個機身介紹之外 這次亦有一支新鏡頭 是隨著這部新機發佈 而出的 這支鏡頭 就是我現在手上 安裝了這部機的 18mm 達到120mm 這支鏡頭的最新設計 是有一個Power Zoom Power Zoom 在富士我所知的鏡頭 亦是第一次出現 我們一齊來看看這支新鏡頭 18mm 120 你會看到 其實它是有三個位置 最前這個位置 就是你基本上用的 對焦的Focusing Ring 然後中間這個比較大一點 是變焦用的Zoom Ring 然後又去到比較近機身方向 它是一個電子控制 Ring 這個電子控制 Ring 就要配合鏡身旁邊的按鈕 即是我現在手指指住ZF的按鈕 按一下 它是一個電子變焦的控制 如果再按多一下 它就會由電子變焦 變回對焦的電子控制 這支鏡頭是有一個Power Zoom 的設計 其實這兩個按鈕 亦是給你電子的Zoom Ring Zoom Out 用的 Zoom Ring Zoom Out 其實在鏡身中 亦是有一個速度的設定 它是由1級最高到8級 還有這支鏡頭 亦是有防塵防水力設計 但很抱歉 這支鏡頭 沒有鏡身的OIS防震 拍照方面 剛才有提及過 高速連拍 是去到機械快門1秒15張 拍片方面又如何呢 拍片方面 剛才我亦提及過 它最高的規格是去到6K30格 如果去到6K30格拍攝的情況來講 有很多用家就會擔心這個問題 就是機身發熱的問題 其實這支鏡頭亦會有機身發熱的情況出現 但不需要擔心 富士亦是為長時間在外面拍攝 而有遇上高溫的情況來解決方法 它亦是出了我手上的一個 叫做 Cooling Fenster 看上去其實它是小小的 不是很大 它的用料方面 背部用了一個金屬扁 感覺就像電腦的熱聲一樣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塑膠的外殼 然後裡面是有把風扇 然後你會看到有很多孔孔 負責幫你的相機散熱 安裝方法其實很簡單 當你的相機打開了LCD Screen 你會看到機身後面有兩個螺絲孔位 然後有一個金屬接觸位 你會看到機身的金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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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進去 然後再上兩顆螺絲 這樣就安裝完成了 到你去拍攝6K影片 甚至是拍攝其他4K影片 在外面比較嚴激 或者是比較 局促的環境下 這個散熱風扇 亦是有助幫你拍攝時 散熱解決高溫的問題 除了散熱風扇 富士這部H2S 亦推出了兩個手柄 我暫時手頭上只有標準的電池手柄 這部電池手柄 比你安裝多額外 是兩顆W235電池 所以機身內有一顆 總共有三顆電池 設計方面 這個Batch Grip 亦是很標準的設計 我可以告訴大家 看看地方有什麼不同 這次的Batch Grip 亦是普通的設計 和機身上的設計 按鈕有少許分別 首先是前方的Shotter 鍵 旁邊是少了VCoder的紅色鍵 但 ISO White Balance 和 FN Key 亦是在這裏 到後面 你會看到 Joystick 亦是在這裏 但亦沒有D-pad的設計 最底有不同的 Power Mode 選項 分別是有Normal Eco 和 Boost 有些人會問 如果電池手柄有這個模式選擇 當時 我不購買這個手柄 機身內 可不可以做到這些設定呢 其實機身內 亦有這些選項 可以讓你設置 電池手柄之餘 另外還有一款 電池手柄有一個LAN Port 手柄 它裏面亦是建立了Wi-Fi Mojo 亦是用途 駁你一部相機 當你拍攝時 可以即時透過Wi-Fi Mojo 或者是LAN Port 直接連上FTP 傳送相關的圖片上去 外觀介紹就是差不多了 不如我帶大家看看Menu 內的設定 我們進入Videos的設定 menu 你會看到Videos是在行6.2K的30格 如果你是4K的話 亦是去到60格 如果你是High Speed Mode 4K是120格 而Full HD最高是可以去到240格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外面接駁一個HDMI Port 可以是標準4K120格 外錄 或者是100格 Full HD也是一樣 另外HDMI output 是可以是RAW格式拍片 6K的30格 是可以拍到Progress RAW 但你會找到相對應的外置 攝錄裝置 因為我現在手頭上有的 都是最多到4K 如果你要拍攝6K的話 你可能要找些6K的螢幕 或者8K的外錄 去做測試 我這裏就無法試給大家看 同樣地 機身裏也有一個 拍片時的機身加鏡頭防震 可以選擇 剛才也提及過 機身拍片時 有多了一個散熱風扇 散熱風扇 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式 即是長時間保持高速 或者是靜音 或者按照相機的溫度自動調節 以及長時間保持低速的靜音模式 就是這樣 拍片之外 今次的對焦 面部和眼部對焦 亦有更新的 面部對焦 在戴著口罩的情況下 亦是跟著眼部的焦點 接著 保持得很緊 另外 這次的對焦模式亦是製造了一些 富士今次是有一個 Subject Detection Setting 裡面有預設 如果是拍攝動物或貓狗 有一個Animal 如果是喜歡拍攝鳥 亦有一個Birds 然後有拍攝車 電單車 飛機 或者是火車 不同類型的 有一個預設 對焦系統 但要留意這件事 這個對焦系統 只能夠是眼部或面部對焦 或是預設的 動物對焦 動物對焦系統 只能夠選擇一個是啟動 不能夠兩樣一起開 外觀介紹方面 以及Menu Show Kit 暫時先到這裏 因為再詳細一點 這部是一部工程機 亦有太多問號 我未必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對這部機 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知道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下次再有什麼新機 我剛好又有這部機 可以試用的話 我亦會拍多一條影片 開箱給大家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感谢观看